许爱飞是一位善良活泼的浙江女孩 生活中的她乐于助人 一直保持着陷血的习惯 2017年 许爱飞在公益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她以志愿者的身份 接受了骨髓造血干系包捐献 这给需要的人送去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而对方是一位年仅15岁的白血病患者 许爱飞为何甘愿捐赠自己的骨髓呢 她与这位小男孩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 在视频开始前 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许爱飞第一次接触骨髓捐献 是在2009年 有一次在献血的途中 她听到身边的工作人员 建议大家踊跃参与骨髓捐献 为那些需要的人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当时许爱飞对骨髓捐献的了解尚且肤浅 认为取出骨髓是一件相当残忍的事情 这个过程肯定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 因此迟迟没有选择向前迈一步 尽管她非常想奉献自己的爱心 随后 许爱飞在现场了解到 曾经就有一个小男孩 因为没有匹配她的骨髓 不久后就离开了人世 许爱飞越想越好奇 于是试探性地向工作人员进行了了解 原来如果志愿者想进行骨髓捐赠的话 需要提供自己的一小部分血氧就可以入库 假如有患者的骨髓成功匹配的话 就可以联系进行移植 许爱飞被工作人员的讲述打动了 原来骨髓捐献会有如此特殊的意义 能够和患者的骨髓进行配对 配对成功的话也许就会拯救一条生命 许爱飞随后称自己要参加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之下填写了志愿书 并完成了血氧采集 从此 许爱飞一直等待着自己的电话 被有需要的人拨通 那样的话 自己的心意也就不会白费了 到了2017年 许爱飞的电话被一个陌生的号码拨通 电话纳头称自己是骨髓库 许爱飞的骨髓样本 已经和一名男性患者成功匹配 对方急需进行骨髓移植 因此想问一问 许爱飞本人愿不愿意接受骨髓捐赠 许爱飞对此已经等待许久 因此 在听到对方的试探性询问之后 突然感觉到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他用风趣的口吻回答道 居然真的可以配对成功吗 我完全愿意 其实 自从许爱飞在骨髓库留下样本之后 依旧保留着腺血的习惯 几乎每年都会固定保持两次腺血记录 时至今日 已经共计下了3000多毫升 这段时间 他心里一直挂念着骨髓移植的事情 自从他留下骨髓样本之后 就像石沉大海一般 一连过去了多年 都没有人和他进行联系 因此 对这次机会格外地珍惜 许爱飞进行骨髓捐赠的事情 很快传到了母亲那里 母亲对此表示十分的关切 在他的认知中 骨髓移植是一件颇具风险的事情 并且会伴随强烈的疼痛 因此不建议自己的女儿受苦受难 许爱飞为了准备骨髓捐献 事先已经在网络上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知识 他了解到 骨髓捐赠并不是直截了当的 拿着工具直接抽取 也不会对志愿者的身体带来危害 目前骨髓移植的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 工作人员会运用外周鞋采集技术 对志愿者的造血干细胞进行采集 因此是不会对健康造成后顾之忧的 许爱飞将自己了解到的知识分享 给了自己的母亲 知道不会伤害到女儿的身体健康之后 母亲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随后不久 骨髓库的工作人员再次拨打了许爱飞的电话 对骨髓移植的事情进行确认 对方称 骨髓捐赠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千万不可儿戏 也不可突然反悔 否则对患者本人没有交代 也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和人身损害 许爱飞当场表示同意 因为在此之前 他曾经数次在网上搜寻相关信息 了解到捐献者在捐献之前 需要接受身体检查等多项步骤 这些费用的支出 无一例外都是由受捐者进行承担 因此另外一方突然反悔的话 会带来不必要的费用消耗 在经过捐赠确认之后 同年的6月份 许爱飞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之下 完成了血氧再次抽取 抽取结果被送去了相关医院进行检测 果不其然 许爱飞的骨髓血氧顺利地通过了检测 随后便接受了体检 经过一番检查之后 除了体重没有达到标准以外 其他的检测项目都非常正常 但不能进行骨髓捐献 为了能够顺利达标 许爱飞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努力增肥 虽然乍听之下 增肥相比于减肥要容易得多 但是对于不同的人 却要区分不同的情况 许爱飞本身就是异兽体质 一味地摄入高热量 高蛋白的食物可能适得其反 会让身体状况变得糟糕 增肥需要在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的同时 保持有氧运动 这样更加合理 也更不容易反弹 许爱飞给定下了目标之后 说干就干 他每天都会固定 骑行十公里的距离 期间没有任何休息 切除的时候 他完成得格外吃力 骑行结束之后 许爱飞已经累得瘫坐在地上 不过他没有放弃 而是从一而终地坚持了下来 经过三个多月的磨练之后 许爱飞的身上成功地挂了几斤肉 并顺利通过了体检 2017年9月 许爱飞被安排在浙江省医院 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 在此之前 他每天要接受两次的动员剂注射 原本平复的内心再次变得激动起来 几乎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在进行捐献之前 许爱飞的双臂上 多了密密麻麻的针眼 不过他对此依旧保持乐观 你看 我的胳膊都要变成马蜂窝了 许爱飞正式开始接受采集后 为了防止他体内的钙 出现流失的情况 医生事先给他注射了一针钙元素 许爱飞很快就感受到周身发热 并且开始出汗 喉咙发干 于是进行安慰 声称这都是正常的反应 随后 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工作正式开始 许爱飞躺在床上 一旁的工作人员在旁边操作仪器 值得一提的是 整个采集工作非常的漫长 为了让这个过程尽可能变得顺利 志愿者几乎要一动不动的平躺 对于生性好动的许爱飞来讲 整个采集过程相当的难熬 有一次他忍不住想动一动 但是想起工作人员的叮咛之后 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整个采集工作 一直持续了五个半小时之久 此时许爱飞的胳膊早已僵掉了 一时间动弹不得 过了一会才缓了过来 很快好消息传来了 许爱飞捐献的造血干细胞 送到了受捐者所在的医院 随后就会进行移植 许爱飞听完之后 笑容逐渐出现在了脸庞 为了铭记这个重要性时刻 在整个抽取过程中 许爱飞全程用自己的手机进行实时直播 他将自己的感受 分享给所有观看直播的观众 让他们对骨髓移植有了全新的认识 也是一次非常好的知识宣传 让许爱飞始料未及的是 自己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各大媒体争相对此进行报道 并且对许爱飞本人进行了采访 从此 网友们给许爱飞起了一个特别的称号 这叫最美女孩 许爱飞对于这个称号 有些受宠若惊 对她而言 自己只不过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承担不起如此高的褒奖 许爱飞称自己会继续在骨髓捐赠领域 发光发热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跟随自己的步伐 献上一份属于自己的爱心 不难看出 许爱飞是一个善良的人 而这与她从小的教育和生活是分不开的 许爱飞家庭条件非常优渥 也因此接受了高等和系统的教育 学习成绩经常名列前茅 让父母感到非常的骄傲 与此同时 许爱飞的性格非常听话乖巧 很是让家里省心 她不仅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而且还热衷于帮助别人 到了上小学的时候 许爱飞已经成为了学校里有名的尖子生 时不时的还会参加学习竞赛 也就是那个时候 许爱飞班里的一位同学 因为生病住进了医院 很长时间都无法上学 当时校长呼吁大家 给这位困难的同学进行募捐 许爱飞对此非常同情 也献出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爱心 经过这个事件之后 她对白血病有了初步的认识 尽管大家都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但是那个生病的同学 还是没能挺过来 不久后就去世了 许爱飞被这个消息惊到了 她想不到 这个病居然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就要了同学的命 到了高中 有一次她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看到一辆献血车 当时的她正值18岁年华 一直以来都想做些特殊的事情 纪念自己的青春 献血或许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想到这里 许爱飞向献血车的方向走去 询问工作人员 自己是否也满足献血的条件 工作人员的答复 让许爱飞有些喜出望外 原来献血不仅可以帮助血液循环 还可以对那些濒临死亡的人进行救助 这无疑正中许爱飞下怀 随后许爱飞表示自己要献血 整个过程 许爱飞都在强忍肉体上的疼痛 最终想要帮助别人的信念 使得她坚持了下来 作为纪念 许爱飞收到了人生第一本献血证书 自豪敢涌上这位18岁少女的心头 她赶忙将自己的喜悦 分享给了自己的家人 她的这个善行也得到了父母的赞扬 从今以后的每一年 许爱飞都会雷打不动地坚持献血 只为了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而进行骨髓捐献 无疑又使她前进了一大步 在完成骨髓移植手术后不久 许爱飞就收到了一份感谢信 正是患者的母亲给她寄来的 信中充满了真挚的情感 以及热情的问候 并且将许爱飞视为他们命中的贵人 许爱飞对此表现得有些意外 想不到患者家人居然会这么快就联系到自己 她对能够参与到这一重要事件 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并提出想见一见这位患者 随后许爱飞进行了回信 让那位小男孩一定要注意身体 努力战胜病魔并重新站起来 趁二人一定会相见的 一直到了2018年 许爱飞终于等到了这次机会 当时她受到吉林卫视的邀请 亲自来到了节目现场 不过这次行程让她略微有些失望 小男孩的恢复并不尽如人意 当时还在医院中接受观察 因此无法来到节目现场 不过小男孩录制了一段视频 对自己这命中的贵人 进行了亲切的问候 让许爱飞感动不已 在节目现场 许爱飞注意到 小男孩看上去面黄肌瘦 根据现场主持人了解到 小男孩一直在与病魔抗争 体重已经降到了几十斤 不久之后 许爱飞又得到了一次重要机会 经过几个月的调养之后 小男孩的身体恢复了很多 可以偶尔下床行走了 节目组安排了这次重要会面 许爱飞终于见到了 自己的心心念的弟弟 小男孩显然更加激动 他见到许爱飞的第一时间 就双膝跪地 任凭怎么拉都不起来 跪拜里是民间的最高礼仪 小男孩向自己的这位救命恩人 致以最大程度的敬意 在这次骨髓移植结束之后 许爱飞依旧在这个领域 继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让众人重新认识白血病 并呼吁更多的人 参与到战胜白血病的活动之中 这条路注定会非常艰难 但是许爱飞对此有信心 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骨髓移植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社会的麻木不仁 假如人们不出手相助的话 等待患者的将只有死亡 这才是最残酷的 希望有朝一日 人们能够彻底战胜白血病 让更多的患者 拥有健康的体魄 去拥抱明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